据媒体人阮雄飞消息 李铁出审被判了无期徒刑 阮雄飞还表示 网传李铁去世肯定是谣言 据传陈旭元一审贪腐8000多万 才判了15年 而杜赵财涉及多种罪名 犯罪事实也触目惊心 黑体育吃体育也才被判了13年左右 如果李铁翻供涉及到陈旭元杜赵财 可能这两人的刑期都会有变化 所以最终这几人审判的结果 请以官方宣布为主 因为我太想成为国家队的主教练了 所以呢就想了很多办法 找了很多人去请托 找了主席的领导 能够帮我来说好话 能够推荐我